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表示 美国和土耳其并非在所有问题上达成共识 但两国建立了经受助挑战的伙伴关系 与此同时 土耳其外交部长恰伍士奥卢认为 华盛顿与恐怖组织的合作是错误之举 美国国务卿与土耳其外交部长 在安卡拉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发表了上述讲话 此前 美国国务卿对土耳其进行了访问 这是他上任近两年以来的首次访问 除了地震这个话题外 两位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 集中在四个主要问题上 分别是关于F-16战斗机采购协议 土耳其外交部长表示 安卡拉希望美国国会支持 以200亿美元的价格购买F-16战斗机的购买交易 恰伍士奥卢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补充说 他与美国国务卿讨论了F-16战斗机问题 并指出 土耳其希望美国政府将有关战斗机的官方通知 提交给国会 土耳其外交部长解释说 他认为如果政府坚持果断立场 有可能绕过F-16战斗问题 并强调 土耳其不能根据先决条件购买美国F-16战斗 另一方面 布林肯表示 土耳其空军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非常重要 拜登政府支持向土耳其出售F-16战机和实现现代化项目 他并表示对土耳其现有的F-16进行现代化改造 并为其提供新的F-16符合拜登政府的国家和安全利益 关于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 布林肯表示 他的国家强烈支持斯堪的纳维亚国家 尽快加入北约 并强调 芬兰和瑞典已根据与土耳其签署的备忘录 采取了具体步骤 另一方面 恰伍士奥鲁表示 各方必须说服瑞典采取具体步骤 以消除土耳其对批准其加入北约的担忧 恰伍士奥鲁强调了 芬兰和瑞典承诺旅行与土耳其达成谅解备忘录 以完成加入北约问题的重要性 关于库尔德武装 土耳其认为 库尔德武装部队在该国与叙利亚的南部边界 一直对其构成威胁 是美国和土耳其两国争论的焦点之一 布林肯表示 美国充分了解土耳其对其南部边界安全的合理关切 并承诺密切合作解决其关切 美国国务卿补充说 尽管存在一些分歧 我们将作为两个友好国家和盟友 在共同的安全问题上 与土耳其并肩作战 另一方面 土耳其外交部长则认为 美国以打击ISIS组织为借口 与库尔德工人党 和库尔德人民保护部队的合作是错误之举 关于俄乌冲突 布林肯赞扬了土耳其 在支持乌克兰方面的作用 并赞扬了土耳其在俄乌冲突背景下所发挥的作用 尤其是在粮食协议问题上发挥的作用 恰伍士奥鲁表示 土耳其不允许违反欧美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灰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